可以说最近50天大家都经历了这个这辈子从未见过的行情 毕竟08年的时候我们都还还小嘛 所以我们就不禁回头看一看 就是从他见顶前几个月到真正见顶那一天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他到底是怎么走的 当时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当时会会会做些什么 有没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从我们准备从2019年的七八月开始讲 不是从2019年的四月吧 四月开始讲 因为18年最后两个月那波下跌 当时我还没有炒股 我还没有亲身的体会 我只讲一些我有亲身体会了 我把我一些这个自己有的资料 我都放在这里了 这个是这个纳斯达克ETF 从四月到十月 也就是说从五月的这波下跌 到这个六七月这波上涨 再到八月这波下跌 再到这个盘涨盘涨盘涨 到九月又下跌一波 然后最终突破这个三角形 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它的这个走势是很明显的 明显是一个上升趋势的三角形 这个底比这个底高 这个底也比这个底高 然后上方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明显是一个正在突破的上升三角形 如果把它倒过来看就更明显了 毕竟这个做空就是往下走的这种趋势更符合我们对自然的认知嘛 你看这明显是一个下降的三角形 哎反弹哎见顶一个一个上延线下来 然后哎再下来哎更小的一波 对其实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 他明显他当时明显是在向上突 当时明显是在向上突破的 对吧 但是在当时呢 可以说这个看空的人啊 是远远是比看继续看涨的人是多的 嗯 毕竟一个是当时不确定因素也非常多 贸易战啊什么关税啊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别的 其实主要就这些 从18年底一直闹到19年 到19年12月好像才真正把这个事解决掉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 5月8月还有9月这波跌幅呢 我们呃也是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信号的 比如说呃这个 五月这个见顶啊 这这明显是有些历劫的 然后呃这儿这块跌了很大的一根 这一天跌了百分之三点多 将近百分之四 然后这是好像是五月的五月十三号对 然后这个呃我们的大A股在他提前一周五月六号就已经大跌百分之五点六了那一天直接三千二百点干到两千九百点 哎不是不是说错了 那三千一百点干到两千九百点好像 然后当时呃 毕竟美股比较当时美股比较还比较牛吧 已经涨了四个月了 所以嗯当时大家就是还都不太觉得美股能能能扛住 直到这个五月十三号这一根下跌 然后后来就是这根跌之后又反弹了三天一二三 但是那三天都是很小的量 嗯加起来比这一天也多不了多少 所以嗯没法持续后来又又接着跌了 直到这六月呃三号还是四号直接一根大阳线呃吞没了这个之前这一根阴线 然后当时也是很大的量就完成了这个反转 果然到了七月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呃这个时候见顶的时候就是好像是 当时是这个也是一溪嘛一溪会议 然后嗯鲍威尔什么说了个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盘装就忽然开始砸了 然后这就开始跌了一波啊 当然然后到了八月五号这天跌的是非常大的 然后这些我就没有印象了 反正这一天是盘装忽然拉的特别大 然后第二天就全跌下去了 然后这是又是八月二十几号 二十三号好像又是跌了百分之三点多 所以一共一次两次三次一共三次是跌了百分之三点多 这是纳萨克呃道琼斯标普的话应该是百分之二点多 当时的话还是呃道指标普比这个纳指跌的少一些 但是这这波航行里大家都知道这个纳萨克是跌的最少的 然后后来这些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反正就看起来又一个顶又下去了 所以说当时在这么多个顶和这个 所以当时就在这么多这个顶和这个消息面复杂的情况下 以及更主要的啊 还是来自于人们的心理 很多人五月做空 不是五月八月都没有做空赚到钱 还有去一八年年底做空也没赚到钱 就留下了这个做空的情节 就想着还想做空 但是毕竟这个美国做空的机会总是不多的 所以所以虽然大部分人还盼着有下一次大跌 但是在当时的话就是暂时还是没有的 毕竟它这个上升三角形已经形成了 一旦往上突破 那很有可能 那很有可能一到四月份上涨的这波幅度 可能跟之后突破后上涨的幅度是一样的 这是来自于著名的亚当理论 就是这些物体的运动都沿着最小的路径 最小不是阻力最小的路径 阻力最小的路径是什么呢 就是对称的路径嘛 比如说我在那儿 然后它在我东南方十米处 然后我朝着它扑过去 那么我扑过去之后 比如说我扑过去之后用了五秒 然后我再过五秒 我最有可能出现在哪呢 那必然是我和它的连线 再往后延伸十米 就是我东南方二十米的地方 对吧 所以说这一旦突破之后 现在来看当然是很有可能出现 这两波一样的幅度 也确实真的是跟跟这个猜测一样的 这是这一月是当时是5900点 这是7800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这是7600点 不是 7000也是7800点 然后最终我们2月20号见顶的时候 它确实是9700点 所以这两段的幅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不仅我们没法在这看空 没法在9月的时候看空 而且9月一旦突破 我们要做好这个20%的上涨的准备 我们当然当然现在来看是这样 当时就是毕竟新高了 做空 先把做空 如果做空了 先止损 然后涨到哪呢 在亭天由命 但是就是如果根据亚当理论的话 最乐观的一种情况是 我们或许能在这突破的那一天 10月20几号这一天就猜到 这个纳指可能要去到9700点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以现在的所了解的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能猜到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这是我们群里下海干活的老板 这个廖老板 当时对美股做了一波技术分析 看了这个道琼斯指数的月线 当然这个月线 给这个月线上加这个布林黛这些 我觉得就是稍微不是很合适啊 毕竟他这个 很难看出就是一些 一些细节出具体是怎么走的 比如说看到我们这个上升的三角形啊 以及这个大趋势啊什么 当然这 那时候这些还没出现啊 就只有这些 刚刚跟 现在有空了 对美股来一波技术分析 这是月线 首先本轮增长到18年1月 超买就非常极限了 至少面临回调 然后 嗯 对 道琼斯指数 他这个 嗯 道琼斯指数 他这个 18年1月和这个 19年5月 8月 9月 这些顶 他的高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纳指 他就比较强一些 他这 他这几个顶明显就高于了 18年1月 和这个 18年1月的顶 和那个18年10月的那个顶 高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道琼斯 毕竟很多 很多股 他是比较 受关注 肯定不如纳指多嘛 所以 一些传统的企业 所以就是 嗯 他就走的 在那 在牛市中走的 肯定是要弱一些的 所以说 本轮增长到 这超买 就极限 至少面临回调 18年1月到18年底 就是在顶部放量 嗯 这个顶部放量 如果说 如果说顶部放量 是有人在这 试图做空的话 那 嗯 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但是这个 做做做空的人 到底什么时候 跑了呢 还是没跑呢 这个咱也不知道 是吧 而且他到底是在这 吸筹 做做空还是 嗯 还是就是在 往上突破呢 你看 如果这么说的话 我说 他是 他是在上升的形态 也是可以的呀 对吧 嗯 年底出了事 猛跌了一波 嗯 但是多头不愿放弃 今年 拉上来了 这就是走了个 次高确认顶部的结构 然后因为贸易战 五月剧烈波动 CCI月线顶背离 随机指标超美 这这这这俩指标 我都不用啊 我大家用的可以评论一下 这我我我不懂 我只用一些趋势指标 但是因为 呃 美联储放弃鹰派立场 所以又拉上来了 嗯 但是注意这里 月线级别 布林在开口 这个讲人话 布林在开口收紧 就是他波动率小了呗 波动率放小了 当然了 他这个网上突破 他这网上突破 那必然这个 呃 波动率要减小吧 而且五月 他波动大 他六月七月往回涨 那必然波动率要变小 布林在肯定 开口也要收紧 这说明 降息都只能造成 顶部震荡走势 多头拉不上去 嗯 现在的情况是 技术面再走两个月 崩盘的技术走势 就已经确定了 再等一个基本面 这个其实说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确实是在过了 那么三四个月 就是又出了一个 就是出了一个基本面的 这个呃 重大的转折啊 这个这个疫情 然后呃 降息已经拉不了太高了 确实 降息 降息这个这些泡沫 已经在19年全部 全部涨到位了 这个确实没有 这个确实非常正确的 现在等一个经济数据的突然恶化 或者贸易战突然大的 这个确实我们没有任何人能猜到 在在九月底能猜到 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个崩盘啊 这个确实 廖老板说的还是没没毛病的 那么饭的和投行会迅速 price in 流动性收紧 然后布林带开口打开 这个 这又一说人话 就是这个 波动力突然放大 来一波大跳水 作风 然后最后 廖老板这一句还是 呃 说的非常到位的 静静等待四到八个月 这一刻吧 确实啊 这是这 这个这波分析是9月26号 到2月26号 是 确实 呃 离崩盘五个月 就是 这波分析确实还是 呃 这几句话还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 整体来看 一个是这个 分析比较主观了 就是 呃 这一种方案啊 他一定要崩盘 啊 他一定要崩盘 我们做交易计划嘛 不可能只考虑一种方案 啊 这这一定要崩盘 然后也一定上不去了 那要是他真上去呢 你说 当时他 他这 要是真往上突破呢 往上突破 他 他很有可能走 再涨2000点啊 对吧 那只涨2000点啊 呃 这 那很有可能再涨 这这这一段 所以说 一个是这个分析 呃 就是比较主观 再一个是 没有考虑这个 呃 这个 他 他如果继续涨 咱怎么办 咱从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空 然后在涨之前 我们是做多呢 还是不做多呢 还是就等着呢 是吧 这 这这些没有提到 呃 当然 呃 有这个看空的态度 当然还是好的 不过确实 当时这几个顶一看啊 当然是确实 嗯 呃 不少人都会这个 这个有这个看空的态度 我也 我也试图当时做空来着 但是这个 呃 当然 这个 这个 涨破了这个 七月这个顶之后 就 就止损了 因为要买了期权嘛 基本上 就就就剩一点了 但是 所以我们从 当时的走势 还有 廖老板这波分析中 我们总结几点 一个是 顺势操作 必须顺势操作 不不要违抗趋势 就是根据 我们只根据当下的形态和盘面 做市场的判断 这个市场啊 在他这个 到达他要去的位置之前啊 没有任何人能改变 别说什么美联储呢 还是什么 达里奥啊 什么 还是哪个国家 的政府啊 那没有任何人能改变 他 他就是要跑到这来 你说 你在这就做空 那你 那你 你在他跌之前 你早就没钱了 是吧 不要因为这个五月八月 19年五月八月 没有做空赚钱 留下空头情节 只要顺应趋势 顺应趋势 胜率肯定是大于50%的 对吧 我们遇到这个上 不管说短线交易 还是长线 遇到这种上升的三角形 那肯定往上的概率更大 遇到下降的三角形 那肯定是 接着跌的概率更大 你要反转的话 你需要的这个能量 肯定是更大的 肯定是需要有一些事情来改变的 那你除非 你长破这个点 对吧 长破它这个顶部构成的趋势线 那行 那你就做反转 你要是没有这个确认之前 那肯定更大概率是接着走 遵循阻力最小的原则 然后第二个是 大部分人看起来是顶的地方 基本上99% 就肯定不是顶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在市场 有一大批人开始看空 并且各自都讲出很多理由的时候 一定 这时候肯定没有到底 肯定没有到底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 震荡指标的这个超买超买 震荡指标什么 就是CCI RSI 然后这个KDJ 这些 总是指示你这是超买还是超买 必然它经常与这个趋势相违背 所以我们做判断不可能仅仅根据这个震荡指标 是否超买超买 做我们这个长线的判断 如果有好多人说 哎呀 这怎么又涨回来了 这都超买了 那这个 这99%没到顶了 真正见顶前 这个超买的程度超乎你的想象 所以总之一话 就是走一步说一步 做客观交易 不预测不猜 当然这是长线上 短线上 比如说我止损最多就一点 那我猜一猜也没事 我就亏点我不在乎 你长线上 如果你猜错了 你还亏了 还加仓 那亏的就不知道能亏多少了 所以说 对 这就是它突破之前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 然后后面就是一路创下新高了 后面就是一路创下新高了 我们来到11月 11月是一个波动率非常低的月 我看一下 这个纳指整个月都没有超过1%的涨跌 所以说 我曾经以为这个低波动率 到底是这个牛市的中期还是末期 这个后来发现也不好说 有的时候呢 出现连续的低的波动率 那可能很快 这事就要反转了 就是说就要出事了 但是这次来看呢 好像它只能算是一个中期 它中后期吧 所以说 我一般就说是中后期 就是离间点肯定 还有段距离 不可能就是 在这种时候去空 最好就是 拿点优质的股票 就拿着 也不用天天琢磨日内交易 因为它这个 确实是没什么机会 这个11月就不提了 然后12月初 12月2号一开盘 就是一小时跌了1% 这个在11月可真是没见过 遇到波动率突然放大了 我们必须注意 然后这个一开盘 一小时就跌了1% 然后12月3号 这是这是 这是2号那天 然后3号这天呢 这个量忽然放大了 不是不是 量比2号还大 但是盘中呢 收了一个小阳线 这期货也是这个尾巴很长 实体部分很短 这个是ETF 这个是期货 就是盘中收了小 盘中只是收了一个小阳线 收盘价比这开盘价还高 所以在威科夫里 我们把这叫停止行为 放挺大量 然后跌挺多 但是就是一个小阳 就是一个小十字星 或者是小阳线小阴线 所以我们出现这种之后 会有一个小反弹 它叫自动反弹 就是空头止盈吧 空头止盈之后 就是会自动反弹一点 但未必就是回去啊 有可能就回去了 有可能就又跌破了 但是这个不幸 当时试图做空嘛 所以我说这不幸 不幸的是呢 之后未被跌破 所以说到了12月12号 这个2号跌的 这个就涨回来了 所以说明显这还不是顶 至于什么时候是顶呢 那再说上涨 反正暂时上涨还继续了 然后12月12号 一直到1月 12月从这一直到 这个今年的元旦 都没有 就好像又没有出现 这个多余1%的涨跌幅 所以我们就不提了 我们因为毕竟 我们看到这 看到这一个图 肯定先看到 肯定主要关注这些大阴线 大阴线嘛 那些小的这些玩意儿 肯定就是没什么意思的 然后到了今年的1月 1月8号 我这没写啊 1月8号这个 伊朗那个事儿 算是这个 暂时出了点比较大的动静 当时一天内这个 震负达到了3%啊 但是这个 这个事儿也是比较搞笑 很快的就 就没事的 当天从这个低点 到了 从期货 从这个国内的早上时间 出了底 然后到了当天开盘 就已经涨回了2%了 然后当天盘中 又涨回了1% 所以说当时这个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效果非常短暂的突发事件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提了 我们从这个盘中反应比较大的这个事情开始 我们只提这个在美股的盘中反应比较大的这个事件 然后我们就来到1月24号了 这是一个周五 然后盘中这个单边下跌 这是当时的这根坑线 就是一路从开盘高开 一直就往下掉掉掉掉掉掉 反弹也是反弹了一段 反弹一段 然后就一根砸下来了 好几次反弹一段 就一根砸下来了 然后到了后期就是 一直都是连续的这个小阴线 再让更小的小阳线 所以这令我都密集恐惧了 所以说当时盘中的这个阵幅 从它高开到这个处底 最后这个最后半个小时反弹了一点 阵幅接近2% 是盘中的阵幅 之前盘中阵幅2%的时候 还是得追溯到9月底去了 所以说这个是让我们引起注意的一天 但是这个跌的速度 这个一直也不快 没有砸盘 最多的有时候就砸了 那么0.2% 0.3% 那么一下 可能之后就是又是慢慢的跌 就是从一天从头跌到尾 所以这也真是 这在当时也确实是 也是比较吓人的 也不算吓人吧 就是比较异常的 然后那天跌完之后 下一个周一 1月27号 这个期货开盘 就低开 然后就是 每股开盘前 这期货再跌 再跌1% 然后 当然盘中 就是随便晃悠 低开 低开2% 然后收盘 也是2%左右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所以说 每次我们见到这种 低开 十字星 就是说 我们都想到 两个点 我们都想到两点 那两点 一个是 之后可能会有自动反弹 比如我在这做空 我赚了两天 我肯定要先止盈一部分 看到这个十字星 我肯定要先止盈一部分 一个是自动反弹 那么我们可以 短线上 做多嘛 在这个28号做多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 这个底会不会被跌破 然后果然28号反弹了 28号反弹了 29 30动静不大 但是 30号这个盘前啊 你看 30号盘前跌了挺多的 跌到基本上 跟这快差不多了 但是后来都拉回来了 盘中又往回拉 所以又回来了 然后31号这个周五 再次这个单边下跌2% 所以周五出现这种事的 那么 我记得我当时没有 没有做多这个股指 哦不是 我当时是做多了一手股指 然后又做多了一手黄金 然后当时那个黄金赚的 把这个股指亏的都 都补回来了 所以还好 然后我们又出现这个单边下跌2% 我们肯定又要联想啊 下个周一怎么走呢 所以你看 当时是这个单边下跌之后 这1月27号 这期货低开嘛 对吧 低开 接着往下跌 所以说 我就隔周末做空了一手期货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2月3号这个周一啊 期货本来是低开的 开盘一瞬间一分钟就拉回来了 我赶紧跑掉 然后这个转手做多 但是后来我这做多又没拿住 后来真是见证奇迹的两天 这个3号4号连续大涨 连续大涨4% 这天1点多 这天2.5%至少 4号这个周二 直接涨过了这个24号这个开跌前的这个高点 这真是令人这个瞠目结舌 所以说当时是国内这个闹疫情的时候嘛 所以想这事这就过去了 这就一点影响没有了 但是这个 有那么一 当时有那么一 一个念想飘过 就说 这个疫情会不会传遍全球呢 会不会到处传呢 因为我当时坐飞机出国嘛 我看韩国都已经戴上口罩了 韩国都已经开始受影响了 我就想一下会不会 但是后来 这个 这个超级强的大盘 好像又打消了这个我这个疑虑 所以就像这个有个莫非法则 就是你想的那些坏的事 坏的可能一般都会发生 你想的那些好的事 你想的那些好的事 一般发生的概率倒不大 比你想的还要小 但是你想的那些最差的那些可能 可能真的发生的概率 比你想的还大得多 所以 这也是从这几个月里得到一个教训嘛 就是 就是 你有的时候他 只是从脑子中飘过来一个想法 但是他可能 你如果好好利用上了 那可能真的 可以可以改变你 所以说已经出现如此大分歧了 为什么又涨回来了 又是连续的这个单边下跌啊什么的 真正顶在哪呢 我们 所以我们 但是我们只能走一步说一步 等待下一次盘中再出现大的动作 注意是盘中出现大的动作 只能说他现在目前还没达到他要去的位置 然后从 这之后这十几天啊 这个真的是 见证了各种市场疯狂 第一个就是特斯拉900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了 第二个就是各种 报复赚钱的故事 包括这个 买特斯拉股票换真真特斯拉 这个已经 这个 大家也都看到了 然后这个 好多就是好多人就 包括我自己就 开始重估这个基本面 就开始怀疑人生啊 这就这么涨下去了吗 美股是不是已经泡沫化了 还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有钱 是不是就是钱多的买不完啊 已经重估基本面了 是不是就这么涨下去了 然后每次跌1%都能涨回来 你看这个是 纳指ETF 这个是期货 从这个期货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每次跌1% 就能涨回来 每次跌1%就能涨回来 基本上无一例外啊 然后 然后当时就是 我当时不是 短线交易为主吗 但是 看到这情形呢 还不如一直拿着 是吧 这也就是和这个 这个观点又一样了 重估了基本面了 这是索罗斯说的啊 索罗斯有个反身性理论 就是说 就是说他这个 他这个真实价格 跟这个基本面是偏离的 他有的时候 他 当然在这个 人们都开始重估这个基本面的时候 这个价格才会真正回来 对吧 都是 都是怀疑人生的 包括他 你如果做空 你一开始觉得这个股票 不改跌 我想买 但是他跌了 然后又 跌点又觉得不改跌 你 然后你 你可能又亏 亏点又加仓 但是他一下子 比如说 五块 已经跌到一块了 你就说 好吧 这个 我 他可能就是没有 他可能就不值钱了 他可能就没有这个价值了 我 我现在要不我 我做空他得了 结果这时候 他就回来了 对吧 包括像当年的比特币 比特币接近两万的时候 这个 所有人都认为 这个是新时代的革命啊 这个觉得 只要是 别管什么 谁 什么七大姑 八大姨 路边 卖小摊什么的 基本上 人人都都知道这比特币 然后谁都在讨论 就买比特币 然后这时候 这个真的就到你了 然后这个比特币到了 19年年初的时候 3000多 然后可能 大家都讨论什么呀 哎 这玩意儿 这要归零啊 这 这再过几个月 是不是就 没有不值钱了 这 这要归零了 结果这时候 哎 一波一波又涨到 一万多去了 到了 就那么两三个月吧 又 又涨到一万多去了 所以 这就是这个 有意思的事实啊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更有意思 就是 我就不说 是 就是平时一些 平时一些 最不关注股票 最绝 最说 最说我不能炒股 最不想炒股的人 看着各种人的故事 都忍不住开户了 这个 这个 建顶前十天内 这个 开户的人 我 建了不止一个 这个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可以这个生动的上一刻 然后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 这些迹象表明肯定这个 不远了 是吧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技术面上盘面上来看 现在这个 在这个2月13 14 18日那天 为什么14到18 当时有个那个 马丁路德金吧 休歇了一天 所以 15 16 17 都是没有开盘的 这个期货 还有包括这盘中 连续三个十字星 可以看到这 连续三个十字星 每次跌点就回来 但他也没法再去更高了 跌点就回来 跌点就回来 但是上的上的也回来 这这些其实 都是一些散户在那玩的 没有 没有主力的参与了 这就完全是自己在跟自己瞎玩 然后 我们就到了 重点中的重点啊 2月19号 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真正见景的这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天啊 这个 在这个连续三个十字星之后啊 他这个期货 就是 在收盘 在这个美股 当天美股开盘前 开始拉升 然后开盘就高开了 高达 百分之 得有0.6 多少 差不多 然后开盘之后接着拉 然后直接 看不到 看不到一点这个 把这个缺口补上的迹象 我一想 当时他长得真的是非常平稳啊 然后他 他这缺口看起来很远的 所以 当天 拉了一根这样的阳线 所以到了这儿 我就非常怀疑 我就 我就睡了 但是醒来一看呢 他这个尾盘啊 砸下来了一点 这个就有点不寻常了 以前的创新高的时候 不应该这个 这样啊 但是他这个尾盘当时让我怀疑了一下 事实证明这些怀疑啊 都是这个 非常非常正确的 这对应了什么呢 就是 如果有聊 我 当然我也不太懂 这个波浪理论 就是说这五浪模型 标准五浪模型之后 他还有个延长浪 延长浪就是一个小幅的盘整 盘整 小幅的盘整 正好对应了这个 小幅的盘整之后 再拉一根阳线 这才是真正见顶的时候 这包括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说 或者不是波浪里面说 包括有本 短线交易秘诀 里边有个著名的这个 Larry Williams 他都是这么说的 真正见顶的时候 是一个 这个 从这个小区间脱货之后 成了一个这个阳线 这个阳线代表什么 当然了 就是 最后一波接棒的人 这个 多头全部买完 没有人再买了 该买的全都买完了 就是 就是这 形成了这一个阳线 然后 然后之后 这些收盘之后 又 又怎么样了呢 然后当 这是当天的盘中 当天盘中的这个走势 最高到了 9748年 那当天收盘后 又拉了一下 又创了一个新高 9763年 然后 就开始跌了 跌了大概不到1%吧 然后呢 然而呢 这个 还是有人在买 还是有人在买 又 又拉起来一波 当然这是在 开盘之前啊 但是 并没有突破这两个点 9744点 没有突破这两个点 所以大家想一下 这大概就形成了一个 不能算头肩点 因为这 这俩 这些之间幅度差得很小 所以当时确实 看到这 这三个点 也确实想不到什么 只能说 20号开盘了再说 然后就是 这个 然后就是这个 非常非常神奇的 20号了 我相信这个图 这个图我已经 不止一次 在群里 已经发过了 这个 这个标准的 这个圆弧顶 你看 20号开盘之后 先是低开一点 你看 前一天收盘价在这 现在低开一点 然后掉了 掉了之后呢 又有人拉 拉了呢 也没拉过 前一日收盘价 然后再晃一下 就 就 就没了 你看 到这为止 一个完美的圆弧啊 这跟这对上 这跟这对上 包括这一段 这个 这个形态 真的是 当时 这个看得我有点 不知所措 因为它实在是 太完美了 以至于不太敢相信 这个 暂时就 就到顶了 所以 我还是不太 什么都没做 甚至这个 有一点这个 做多的还没有走 所以说 20号 在这个顶 在这个圆弧顶 突破了之后 就开始了 这个 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砸盘 从9690点到 9520点 最低的这 只用了25分钟 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上一次 这个速度砸盘 好像还是 8月23号 这个 特朗普好像连续 发了十几条 推特 然后 但是也没有这个 也没有这个幅度大 那个是 先砸了一波之后 然后又慢慢下去了 这个砸盘的速度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罕见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可以想到一些经典的 经典的名言 包括 江恩的这个波动率周期 它一旦小波动率 突然放大了 那 肯定市场上 情况已经发生改变 还有别人说的 这个巨量及时套现时机 我也忘了 这是谁说的 某个大师吧 巨量及时套现时机 然后 所以 密切关注我们 盘中波动率的变化 盘中啊 当然 这个 散户的 还是很多的 看到砸成这样之后 我当时也想 哎呀 要不要抄点底 所谓的抄底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呀 从没跌这么多 这个可以买啊 到收盘 又拉回来了 拉回来 拉到这 基本上拉到这个缺口附近了 但是 离这个缺口 还差那么几个点 哎 然后它就下去了 对吧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你看 这是 这是当天收盘之后 它从这个缺口那呢 又下去了 然后 这是提一点 为什么 它突然就砸这么快 一个是这个 肯定是主力上场的 再一个 那 主力上场之前 它空 它也不会砸这么快 这就是 为什么说 它见底了 就是因为 没有人买了 你这些地儿 这些地儿 这些地儿 人们该买的 已经都买光了 都买爆了 这 在这些点位 已经没有人挂买单了 你比如说 9700点 就有人挂20手买单 9690就挂10手买单 然后一直一直到 9500 挂30手买单 然后比如说主力 我要来空300手 我要来空1000手 我这个单子一下 我9700 我肯定空 我肯定空不到 我得连续往下打着价格 我可能设一个限价单 9500的限价单 那 这单子一下 它就连续地吃掉 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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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把这些 这些地儿的买单 全部吃掉 然后 在这之后呢 当然 这个 又有些 不知道是主力 还是散户 当然也无所谓 这都是一些 相对的概念 咱也不知道 到底谁算主力 谁算散户 就是 在这之后 又有人 开始往回拉 对吧 但是这个 这段杂的 确实就 说明 这个 大资金 已经上场了 而且这段 而且这段时间 买单已经非常稀少了 而且这段时间 买单已经非常稀少了 可能 三五个机构的力量 足以 这个 足以产生 如此大的 这个 跌幅啊 已经是 这个 已经是 没有人买了 然后 这之后 就开始了 这个 连续七天 才把这个 第一浪 跌完 直到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直到 下一周的周五 才把这个 第一波 跌完 看 21号 这个 这个是盘前的 这是开盘后 你看 从那个 从这个缺口这 又开始往回掉了 掉了 然后 开盘又跌 又跌 这 当时这个也是 特别有意思的 这个 我在这 其实有点想做多的 但是我 我在这 我在这一买 他这个 突破失败 他这个 尝试往上 拉了很大一根 但是突破失败 立刻下去了 我就意识到 这个肯定要 接着往下突破了 他这个 他这个 陆续往上突破 然后 如果最后 最大的一个是失败了 之后 他这个 往下突破的概率 是非常大的 嗯 这个 这是这是当天的 这个 这是这是一个周五 然后到了下周一 哎 这不是22号 是24号 是25号 26号 27号 28号 嗯 然后 对 24号 这个周一 先是低开了 又 又低开了 百分之一点多 然后又一路 往下出流 然后这个欧洲阶段 他就恐慌就来了 就开始快速的跌 跌完之后还反弹 哎 这这当时看起来好像有个底 但是反弹 从这时候就开始这个 嗯 开始这个 做多 就就就就就变得越越越来越危险 只要你反弹一点不跑 那分分钟就是套路 当时就是这样 然后开盘之后又形成了一个这个盘中呢就动静就不大了最终还是收跌了一点 比开盘价还是又低了一点 当时当天的跌幅大概不到4%吧 然后 这又是24号 然后25号这个周二 先是反弹 在这个当天当天A股什么走的比较好 所以把这期间货带上来了 然后这A股一收盘 就是就开始了 跌走走 然后这是美股收盘 不是 这是美股开盘的 这时候 直接从头跌到 9100点跌到8800点 这一天单边下跌 直接又干3点多 26号 这一天确实更多的人希望他这个反弹 但是盘前呢 他就又跌了 跌到8700多点 然后当天开盘 拉挺高 然后后来这个也掉下去了 这一天基本上是 没有什么涨幅 也没什么跌幅 27号呢 这就是 这一周最恐怖的一天了 从这个 这个 我就不说了 当天5%的跌幅 这个就不提了 都是些这个难受的事情 然后28号 这个 从这天之后 他这个期货又下探 然后到了这个 你想到了8100多点 当天我还猜到了 他可能要跌到8100多点 因为这是 这是这个 你看他 他这波 他之前这波走势 在这个 在这个12月 在12月2号的时候 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 第一次出现了这个 有一些幅度的下跌 所以 我猜他可能先要跌到这块 当然 这个还是 还是比较准确的 当天确实是跌到了8100多点 然后盘中也是波动力很大 最后尾盘一波狂拉 到了8500 然后之后 之后的故事 应该大家很多就都比较熟悉了 之后那周先是涨了 涨到9000 因为当时美联储 是这个 降息了 然后 但是当天降完息之后 又下去了 反正就是当天 就是 那周是反弹到9000 然后又 又开始往下 往下再一次跌破8200的时候 我就 我就说 他这肯定要至少下到 7500点去 结果 我睡了一觉 起来这个 期货就跌停了 7600点就跌停了 我觉得真的是 还没来得及出手 一点机会都不给人 然后最后 之后就是最近 三个星期的事了 大家可以 大家应该印象都比较深刻了 好 今天就讲到这 我会见过 还有 感谢观看